大家好,我是二姐 西南花是我们饭桌上尽量吃的一道菜 西南花被称作为常寿菜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先把西南花切成小朵 我们在吃西南花的时候 其实清洗这一步非常重要 因为它生长的节奏比较复杂 比较容易遭从懒 所以呢会打一些农药 西南花长得也比较密实 清洗这一步一定要做好 清洗的时候往里面加一勺食用盐 食用盐可以起到杀菌去农药的效果 再加入两勺面粉 因为面粉会吸附西南花上面的脏东西和虫奶 倒入清水给它泡5-8分钟 准备一小把木耳用清水将它泡发 西南花的梗也不要扔了 去掉外皮 再把它切成小片 准备一小块胡萝卜 也切成小片 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打入两颗鸡蛋 将鸡蛋打散 西南花泡好以后 用清水清洗两遍 如果朋友们有更好的清洗方法 可以分享一下 锅里烧开水 加一点香油 把洗好的西南花用开水焯一下 水里加了香油 这样焯出来的西南花不氧化 不变色 看一下 用这个方法焯出来的西南花 特别的脆郁 开水烫一分钟之后捞出来控水 锅里倒入底油 油热以后倒入蛋液 将鸡蛋炒散 鸡蛋炒好后捞出来备用 泡好了木耳将它清洗干净 一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加入蒜末姜末爆香 把胡萝卜木耳和西南花梗 倒进去翻炒 最后倒入焯好水的西南花 给它翻炒一下 炒出香味加一勺生意葱 一勺蚝油 一勺鸡精 一勺盐 加了翻炒均匀 炒一分钟以后就可以出锅了 然后装盘 好了这道清炒西南花就做好了 西南花这样做鲜香又美味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也适合家里的老人孩子吃 因为西南花的营养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丰富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转发哦 我是二姐 我们下期再见